新年一世在高雄的大树区 有12位艺术家联合举办画展艺麦 为关怀弱势儿童付出心力 让过年欢乐的气氛更增添温馨的氛围 几十幅的作品有山水国画 苍进的书法、油画跟人物雕塑等 高雄大树区12位艺术家联合艺麦作品 帮助关怀弱势儿童 我们希望在这过年期间 大家高高兴兴欢乐的气氛当中 我们一方面能够享受到这样美好的盛宴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能够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孩童 希望这一次的画展 能够做一个抛砖影域 让我们这些艺术家们 都能够对这个社会有多一分的关怀 就是人间有爱世界就会更美 我们区里面名家的一个邀请展 有这一个这么高水准的画展 看花田散画展 那是人生的一大美事 全在大树在地有名的肿苗公司办展 生意盎然的花花草草 结合12位艺术家的爱心 为关怀社会种下善的心田 我是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我们那个社会 有很多是贫富的家庭 他们都蛮需要有社会的救资 一脉所得将捐给高雄市社府机构 关怀在地落实儿童跟青少年 新唐人有的电视 李娟荣台湾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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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